这位自称俄国联邦安全局的女特工 去年10月冒着生命危险搭上离境班机 惊险叛逃成功到法国寻求庇护 她手里除了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之外 还握有专制铁幕内的难堪秘密 她是开战至今叛逃的最高层级探员 敢怒不敢言的不只有她 CNN记者还找到另外一名曾经派驻波兰的叛逃特工 她说大家心里很清楚俄军输定了 人人都想逃离普京魔掌 越来越多的特务跟士兵便捷倒戈 普京也开始察觉事态严重 叛逃者指正立地跟各种迹象都显示 俄军指挥一团乱 内斗程度毫不熟前线激战 不过俄军靠着瓦格纳拥兵团 今年抢回战场的主导权 甚至还懂得躲避无军的炮击范围 在俄国国内前总统迈德维夫还特别视察军火工业 高喊谁说俄国缺武器 迈德维夫跟普京两个人隔空唱双簧 破除西方国家唱水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